香港反送中示威者8月25號舉辦的全魁青遊行 再次發生警民衝突 港警不但首次出動水炮車驅散示威者 更有警察開槍 這也是反送中運動以來 港警首次發射實彈 8月25號 香港全灣地區上萬民眾 冒雨舉行反送中抗議遊行與集會活動 參與民眾不斷高呼 香港加油 臨正下臺 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時代革命等口號 下午五點左右 部分抗議者在全灣公園附近的街道上設置路障 隨後與警察發生激烈衝突 警方除了發射催淚彈和橡皮子彈外 還出動了裝甲車和水炮車來驅散示威者 他們使用這個水炮車去驅散示威者這個水炮 其實如果使用不當的話 那就會變成一個對示威者的生命有威脅的一個武器 到晚上8點左右 大批防暴警察又出現在沙水道驅趕路人 但因為警察人數少反而被示威者圍住 雙方爆發激烈衝突 過程中警方一度拔出手槍 更有警察把一個跪地請求不要開槍的男子 一腳踢開 警察暴力那個情況已經是到達那個不可容忍的地步 因為現在它似乎是對於不管是示威者也好 或者是民眾在那個區居住的那個居民 都是使用了這個非常不合理的暴力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負責人陳月說 那個跪在地上的市民沒有任何攻擊性武器 但警察竟對他拔槍 這個行為是不合理的濫用暴力 陳月認為現在的港府不但不回應市民的訴求 反而把警察的暴力提升 鎮壓一般民眾 這個政權利用了警民的衝突來去把那個視線轉移了 他把警察跟民眾放在一個非常危險的位置 我覺得現在最重要就是政府一定要回應市民的五大訴求 因為他一天不回應的話 其實現在的情況肯定不會平時 而反而那個可能暴力的情況就會越遠越烈 當天晚上約9點 香港新界南總區刑事部警司梁國榮證實 事件中確實有警員開槍 但他辯稱當時是因為有警員所謂生命受威脅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總幹事譚萬機也表示 從6月的反送中運動持續到現在 香港政府對示威者提出的五大訴求 沒有任何正面的回應 反而不斷升級殺傷力大的武器鎮壓市民 他說 香港警方必須要向民眾解釋 他們濫用武力的合理性在哪 香港醫管局表示 全奎傾反送中遊行的衝突中 共有22人的受傷送醫週一名男子傷士嚴重 香港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于凱君 26號凌晨舉行記者會表示 這次衝突共有15名警員受傷送醫 警方共拘捕36人 年紀最小的是一名12歲男童 8月25號當天 還有一場集會活動 是由香港警察家屬組織的警員親屬連線 在中環愛丁堡舉行的還警愚民活動 參與這次集會的警察親屬中 多數是警察的孩子 他們在集會結束後 步行到警總及特首辦公室遞交情願信 警員親屬連線提出的訴求 包括成立全面獨立調查委員會 呼籲警隊高層重定行動手法 懇請前線警察客己自律 一位曾參與反送中示威的警察兒子表示 特首林鄭月娥是在利用警察和家人做擋箭牌 她說 只有林鄭月娥解決了這個政治問題 事件才可平息 社會才會回歸正常